香港电台记者拿台湾防疫问题 问的是为助理秘书长艾沃德狼狈装傻成为全球笑柄 节目3月28号播出现在却遭到港府秋后算账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新闻稿 局长邱腾华认为这一集节目当中的表达 有唯一一个中国的原则 以及香港电台约章里面 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所定名的目的和使命 节目被指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要对广播处长兼香港电台总编辑梁家荣就责 工会立刻反击痛批媒体的第四权自由被剥夺 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无理的指控 他这个动作是十分之破坏香港的新闻自由 因疫情全球延烧 北京依旧不忘施压政治化人道医疗问题 劝责梦也无法掩盖台湾防疫成就 在国际媒体发光发热的事实 三地新闻陈思伟报道